黄毛总统一张嘴,竟然吐出了这些玩意儿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开讲之前,女神先劝告大家,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,吃饭的观众朋友们,谨慎观看哦。 电视机前,打着毛衣的老奶奶,正在和老伴等待着新闻的播出,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啊,这主持人一出来,就给大家送了一份大礼,她一张嘴就吐出了满瓶的把吧。 看着形状,女神分析,这应该是狗屎无疑了,如果你觉得这就到高潮部分了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 与她连线的新闻记者,直接被感染,开启了自己出口成脏的不归之路,新闻媒体可以说是大众了解国家的唯一途径,这一坨又一坨的狗屎,直接给大众都带到了沟里。 家庭聚会的时候,也不讨论什么幸福美满了,直接先来一碗热祥再说,教育部门也紧跟其上,把所有祖国的花朵都教育成了祖国的造愤机器,会图爸爸的资本家。 拿着钱找到科学家,要求科学家和自己一样,满口芬芳,这要求虽然有点过分,但是谁能够跟钱过不去呢? 毕竟此时此刻,就连他们一直都信奉的教堂都告诉他们,如何才能够把爸爸吐得更加的明目张胆。 好家伙,这爸爸的传播能力可比病毒快多了,一时间这整个国家都变成了爸爸的世界,所有的公民每天刷着满瓶狗屎的手机,低下头就随地打小便。 呃,这还挺省事的,连擦屁股指都省了,整个城市都被爸爸给包围着,具体的原因还要从这一幕开始说起。 你瞅瞅,这个被民众包围得普里普气的家伙,如同爸爸一般的谣言,那可不就是从他这一国总统散发出去的吗? 这国家总统都吐爸爸了,民众必须要赶紧跟上啊,无论是大人小孩,老奶奶还是小狗,都赶紧紧跟其上。 狂吐爸爸,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个充满奥利给的城市。 看到这儿,女神估计大家也都明白了整个短片的意义所在吧。 有些人总是喜欢口吐狂言,混淆是非,和这颠倒黑白的同时,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,自己的国家已经逐渐变得狗屎化了。 好了,我是女神,喜欢的小伙伴,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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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